大家好,又是我奇科浪人 歡迎回到第15次的每週和你聊 我們之前上星期的影片都說過,後市升到懷疑人生 我們都說過,上面頂部最多是252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結果上星期最高就去到25255 開始轉淡,轉回來了 其實我們在群組上都有提過大家 我們都說過,大家要看著,我們引用後市一直在24800樓上 我們可以繼續待強市,繼續走 但如果跌穿24600,就有機會轉弱 目標是以43至41 結果都中了,回回來了 結果最低是回到23700多,這裡是回一下 一下完一下,一低開完就馬上抽 後市怎樣看呢 現在我們先看位置 我們這次回吐 其實它大概已經回到0.50% 高低0.50% 現在就上反彈 其實正常這一段浪的回吐50%已經到了 後市 我們現在 位置就很簡單 其實就因為 剛剛前天 我們都做了一個突發Live 其實要說都說了 我們其實 暫時現階段,其實我們都是看前面這些位置 這個區域這些位置 這些區域這些位置 我們可以看回 一樣的就是 最基本的 24300 24300 就是這個位置 以及 240 240 241 另外如果再穿的話,就可能看到2300 甚至236 這些水平位置 如果當假設 其實來著 向上望的時候 再突破24300又不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 跟之前一樣的 不用想太多 就是24600 24800 其實位置其實很簡單 記得 今個月的直播那條短片都說過 我們其實今個月 不要想得那麼複雜 我們用位置來做判斷 其實 現在 今次 這個星期都可以這樣看 先 我們從 另一方面去看一下 這個 大家應該都見過了 其實亮度升幅 已經算到了 預計今個月的波幅 其實都差不多 都夠了 你說會不會很有力 一下子就會又再打上去呢 其實 我覺得比較難一點 因為這下衝上來 其實都 都快 都快的 亮度波幅其實都夠 其實有沒有需要再上去 再突破 各位 你可能不排除 月尾或下個月出現都不出奇 但接下來這個星期 我覺得機會反而 不會太大 但你說會不會 夜落到下面 戰火區這些位置 其實又是未必住的 原因很簡單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移動平均線 我們拿移動平均線 來講一下 其實現在的移動平均線 開始又再一次慢慢收窄 其實變了不排除你這個星期 你剛才擋過的範圍 其實如果看日圖 的範圍會更加大 對不對 就是這樣 不排除 接下來這個星期 也是可能 這個範圍到 走一走 不出奇的 因為其實下面都會見到 有 10天線依然還在向上 所以其實不排除 這些可能會再慢慢收窄 那你說後市 後市會不會再跌得再多一點的話 老實說 我們可以看一下另一樣東西 這張是恆生指數驗貨 記著是驗貨圖 我們留意一下 其實這次有機會 這裡做了一個島 只要其實市 不向上補回 就不會破壞這個形態 因為 上一次我們是用裂口打上 你會見到這裡有很多裂口 這裡裂口 然後這裡就慢慢 上去 這次就 大跌完一下 下來 再用裂口 當然 這一支竹 不算太好 對於島嶺來說 就不算太好 因為他低開完 抽上去出了一支洋竹 其實不是那麼好 如果下個星期 如果他真的有機會上裂口 的話 這個島嶺就已經不成立了 你可以說補完階段再下都可以 不過威力上就沒有島嶺會那麼厲害 所以下個星期我們很簡單 不用想太多 其實暫時職業來說 再過夜就沒什麼意思 因為已經去到月中了 其實要走一個波幅都走夠 所以再過夜又好像差那麼多 除非你說你是 看好長線的東西 其實這樣又有另一個說法 如果你說只是炒一個 短暫的浪仔 其實又不需要播 做日程會比較好 今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看長線 上個星期這一支竹 這一支 不是最後一支 這一支竹 其實原先他是出了一支洋竹 本來是洋竹 但是他最後收是收陰竹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 站不到上去的下降通道的中線 即是由陽變陰 其實是一個不漂亮的竹身 當然我們不可以單看一支竹身去看 但是 整個pattern來講 其實他帶洋竹上去 頂住了中線 再衝上去 但是最後回下來站不穩上去 他站不穩上去就已經不漂亮 所以我依然看著 後市還有機會向下走 那機會是會大一點的 那當然 你說你要換些什麼原因去向下走 其實 正如好像今次 你可以突然一天說 就是說 金金和川普說 我是叫你們不要那麼多嘴 收爹 好,然後第二天 美國整個助攻出來 然後說 擔憂這個 擔憂這個 疫情第二波出現 其實任何事件 因為之前美國這樣升上去 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說 炒了復甦 對不對 變了 就 帶動了 香港 都叫做有些反彈 不過當然沒有愛國那麼厲害 所以其實如果長線一點 來看 其實我暫時還看 會向下多少 這個機會會大一點 但是你說會不會跌很多呢 就是未知 當然 當然我很希望我這張 這個pattern是可以走出來 但是這個太長遠了 我們又不會趕著 好,那我們再用回 用了奇權倉 這個是星期五的奇權倉 那個 倉位 其實可以看回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後市要抽上去才加倉 記得一月初那時候說過 我不是說 Corsair這些倉 好像不夠倉 我懷疑他應該要抽上去 然後再加倉 結果真的被我們猜中了 你說後市會不會再上回 其實 我們只看 下個星期先 其實 以星期五的倉位 我們先要看著 24000這個位置 一個中線 你說向下跌下去 其實下面的倉多 其實都 很多倉 當然我們不會知道 它究竟是sell 還是long倉 來的 我們以倉位去看 其實23800 23600 其實這裏加起來都6000多張 跟我們剛才圖表上看上去又是似樣的 剛才我們說過23600 23800 是支持位 再下的多些就是23000 當然23000暫時不會想 除非它再 後市有些近 或是有些人助攻 OK 所以才會再看 但是向上我們看 其實看回24400 24400都多的 有2500多張倉 跟我們先說24300 因為其權是沒有單位數的 所以其實差不多 有些人是有多倉 你說跟著上面24600 24600 24800 250 其實這裏加起來 也算是多倉 所以我覺得 市場 未來一個星期 它不算 不算會有很大的 大波動 出現 不是我叫面子的意思 就不會說 又爆上去25000 樓上 甚至跌到23000 可能下個星期 它是有波幅 不過是沒有什麼升跌幅 大致上會這樣想 除非 旗權表 每天要跟身要做 所以 先看著 暫時 看著它 應該會有機會 先走 好啦 我們今天講講其他東西 我們講講黃金 我們也有群友 炒一下黃金 其實黃金之前也有說過 它有走一個 大型三角 還走一個三角 其實它還未爆 它曾經一度是跌穿過的 不過 它很快用一日時間 就復收回上去 形成了 其實過了三角依然還是存在 但其實也要留意 其實它是一個橫行區 在走的 所以 這段時間 它未爆之前 你就先炒住波幅 炒住區間 如果萬一它出現了向上突破 或者向下突破 那就不要爭吵了 到時再看位 暫時就可以這樣看著 黃金 暫時沒有太大特別 暫時 我們可以再看 道指 看美國市 納紙不說 S&P 都不說 只看看 杜紙 先看杜紙 其實杜紙 其實它只不過在回吐 回吐了大概是0.236 是 它曾經一步跌穿過 亦都上回去 其實 回吐0.236 其實都算是健康的 回調 當然 它未來會不會再跌呢 當然我們都要看看 美國 未來會不會有 其他 有沒有什麼問題 發生 可能 這期 因為先都說過 因為炒上去 因為炒復甦 今次跌下來的時候 又說怕 第2波 再加上金金助攻 其實 他們的擔憂 第2波 問題 其實會不會再延續 不知道 我們真的要留意 但如果以位置去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件事 今次它們上升是每次用裂口上升的 裂口上升 但是反過來 它這次用裂口下降 變了我們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美國的市真是強的話 應該 這些位置 它就會向上補裂口 回上去 依然可以繼續強 OK 我們可以埋蓋 26,200至26,400 就是這些位置 如果它能站上去上面的時候 美國代表它有該繼續強上去 當然它會向下 其實它下面 現在有條 trend 昨天它試過 再試多一次底 它沒有穿 我們可以留意著 在下面會不會跌穿 如果跌穿 其實也不要想太多 其實可以看到 可以看回 這裏有些 裂口 我們先看裂口 很簡單 我們用裂口這個概念來看就已經夠了 暫時 24,800 24,800 24,600 這些位置 其實 後市 接下來 香港 希望大家 有倉 希望你們以後贏得錢 因為 這次 6月 都挺難搞的 我們都曾經懷疑人生 結果有些人就可以了 有些人贏錢 OK 有些人就輸錢 不過不要緊 大家 記得如果輸錢 就不要灰心 重拾回你的狀態 調整好再下場 好了 今天我們大致上來 這裏 如果未曾 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麻煩你們 記得 訂閱 按鈴 我們還有Facebook 也可以 按讚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